DNA 這個人很有名 他甚至於拍成電影 他就是孕婦產下來的一個機型 一開始算是頭部機型 是 那他是什麼象人 對 我們先說 這個可能是目前 現在講的表演人當中 最紅的一位 因為他拍成電影叫《向人》 他叫做梅里克 梅里克在1862年出生 他一開始生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一般正常的小孩 但是一說是說他21個月 一說是說他5歲的時候 開始增生 皮膚 嘴唇 器官 開始慢慢的骨頭 也開始慢慢的增生 在那段時間 他跟他的母親的關係 非常良好 家庭的關係也很好 然後他都問母親說 為什麼我會變成這個樣子 他的母親就想一想 明智未開的時代 他就想想說 可能是我懷你的時候 去看了馬戲團 被大象撞到 所以我一下到 就生出一個像象一樣的你 當時明智未開 這樣子的傳說 大家都接受 可是他的悲慘的命運 才正要開始 因為他媽媽往生之後 他12歲的時候就輟學 在當年的貧窮的年代 輟學很正常 可是他連話都快說不清楚 增生到嘴唇太大了 話說不清楚 飯吃不下去 工作有困難 所以他一直逃家 在他15歲的時候 跟爸爸有一些嚴重的衝突 爸爸就把他踢出去 你不要回來了 反正你嚇到我們 嚇到大家 你滾蛋 他去投靠他的叔叔 叔叔收納他 可是收納這兩年 包括外面的鄰居 包括地方政府 這個人長得太奇怪了 太令人害怕了 叔叔又有自己的孩子就說 我真的不能撫養你了 你得自己自力更生 就把他送去祭平院 就是最窮人去住的地方 住到祭平院 他實在長得太怪了 20歲的時候動了第一次刀 但這樣的病症 他的器官 他的皮膚 他的骨骼會繼續增 他開了第一次刀之後 開始認識外面的人 對面有一個馬戲團 像戲劇很落後的劇院 那個老闆就講說 你長得這麼令人害怕 反正你又沒有工作 不如我們來合作一門生意 那個生意就叫做 把你關起來 我們來收門票 讓你來嚇別人 所以他開始有了 22歲他開始有了所謂的藝名 就叫做相仁 所以宣傳的那個主人 那個宣傳的主持人 在介紹他就說 啊 我們現在看到 是半相半人的怪獸 旁邊都布置得很恐怖 半相半人的怪獸 而且他不是來嚇你的 他是來娛樂大家的 可是這樣子的方法 嚇到人有限 可是他藉此反而認識了 劇院對面的醫生 那個醫生啊 其實是個外科醫生 外科醫生見怪不怪 在皇家倫敦醫院 崔維斯醫生 見怪不怪 他認為這是他見過 最畸形 最孤單 最令人害怕的一個形體 甚至他認為他可能是弱智 所以就把他帶回去說 問這位相仁 問梅里克說 你要不要跟我回去 我們來做好好的檢查 那梅里克就跟他走 他後來逃出來 他形容說 我好像一塊肉啊 被放在實驗台上面 讓大家來看 我好像一點尊嚴都沒有了 讓大家來撥開來看 看我各個器官跟我長的什麼樣子 所以他逃開 可是他又沒有錢 又沒有謀生能力 該怎麼辦呢 那個當年的劇院老闆就說 也許英國不是我們的市場 我們去歐洲大陸 所以大家去歐洲大陸嚇人 歐洲大陸更沒市場 並且還碰到了偷竊跟搶劫 而且他再次回到英國 是非常非常的落魄的 像流浪漢一般 加上話已經不能說了 那個器官跟那個咽喉 通通被自己真身的肉所阻擋了 因此他在流浪漢的狀態之下 被警察找到 結果警察找到 怎麼是一個怪物啊 在他身上翻翻翻 翻到了一張名片 又回到了崔維斯醫院 崔維斯醫生的家 那崔維斯醫生說 也許可以讓他跟女性接觸 對他的心理是比較好的 他就請了一個年輕漂亮的寡婦 跟他在醫院的房間 短暫的相處 這可能是 梅里克最開心的一個時刻 因為梅里克後來跟醫生說 從來沒有一個女人 第一 正眼看我 第二 握我的手 第三 還跟我通信 因為他後來 有你想要追求男人嗎 有你想要追求 但你知道不可能 就寫了封信給這位寡婦 這個寡婦目前收到的信 是他唯一在世的手機 就是這一封信 那聽起來有點令人傷心 就是這故事的結尾 他在27歲就往生了 原因是因為 他的一輩子都是坐著睡覺 他不能躺 因為頭太重 脖子太細 一躺下去就醒不來 可在27歲的4月的時候 他想做一個正常人 他那天躺著睡覺 再也醒不來 原因是因為頭太重 移到床的邊緣的時候 一移 哇 斷 斷掉 所以他等於是窒息而死 也算結束他的這一生 蠻悲苦的一生 悲苦悲苦 所以才會拍成電影 對 是不是 對 現在講泰國 泰國 雙胞胎連體鷹 他居然是台柱 對 而且這個雙胞胎連體鷹 有名到現在有一種疾病 為他們命名 這個是在1811年的時候 在當時我們叫顯羅 但現在叫泰國 所出生的一個連體雙胞胎 一個叫恩 一個叫昌 他們其實有 因為爸爸是中國人 然後媽媽是華泰混血 其實他們有四分之三 華人的血統 然後為什麼叫他Siamese twin 就是我們的顯羅雙胞胎 因為當時他們生下來的時候 整個驚動了整個 就是現在的泰國 因為那時候的 鮮羅雙胞胎覺得說 居然有這種連體雙胞胎出生了 對國家是個很不利的影響 這是一個兇兆 所以剛開始他們一出來的時候 這個消息一傳到 這個國王耳中的時候 國王就想要殺他滅口 一直想要殺他滅口 因為覺得說 這個是會對國家帶來 很多這種所謂的不吉利的影響 一些因素等等 所以一直要殺他 一直要殺他 但後來是因為 這個整個村莊裡面 很多人幫他求情 所以才會讓他們得以這樣留下來 但是問題是他們到八歲的時候 因為他爸爸也受不了這種 很多的這些流言蜚語 自己親生了 親生以後他媽也覺得說 那怎麼辦 一個人無法抚養 這兩位 剛好就有一位 英國的商人羅伯特 到了他們家 就說 這兩個雙胞胎 不然你把它賣給我好了 賣給我以後 我會帶他到世界各國 在我的馬戲團裡面 跟我一起去表演 他們說好沒辦法了 因為你家裡也沒錢了 就只好把這兩位 賣到羅伯特的馬戲團裡面 就沒想到 一賣以後就改變了 這兩位兄弟的一生 他們在三十幾歲的時候 因為非常非常紅 因為太多人看 這個Siamese Twins 這個顯羅雙胞胎 名聲太有名了 所以很多人都去看 所以他們兩個變得 非常非常有錢 有錢到居然還可以娶老婆 有錢 對 而且娶老婆在他們三十歲的時候 就娶了一位英國的女士 而且他們兩個也是姐妹 所以基本上他們兩個娶了以後 就感覺上 完全像一個正常人的生活一樣 有娶老婆 大家會問說 那如果這種連堤 那可以生小孩嗎 第一個是可以有性生活嗎 第二個是可以有小孩嗎 跟各位觀眾報告一下 他的恩 就是他的這個哥哥生了十個 然後弟弟倉生了十二個 所以加起來 他們光這兩位生出來 你就生出了二十二個小孩 而且更好笑的是 他們因為是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所以當這他們兩位太太 如果吵架的時候 有一位會離家出手 所以他們想說 那怎麼辦要陪誰呢 所以一個只好陪這個三天 三天以後 不好意思 我要陪弟弟的老婆 再陪弟弟的老婆三天 所以當時就是他們兩邊 到處跑到處跑 所以感覺上就兩個非常非常恩愛 然後他們的傳奇還不止於此 他們講說剛娶妻生小孩了 他們還上戰場 當時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 他們還為了這個南方的部落 叫美利堅合眾國 為他們還上過戰場 還拿過牆 這是當時他們的這個海報 有時候Life of Siamese Twin 基本上非常非常的有名 而且有名到甚至有錢到 他們最後自己還要養奴隸 所以感覺上說 這兩位其實是非常非常好 感覺上一生都很順遂 但是也活了滿久 活到61歲左右 但是大家都很會懷疑說 那如果一個走了怎麼辦 那時候在哥哥生病的時候 他們就弟弟就跟醫生講說 如果我們其中有一個死掉的話 那拜託幫我們兩個切開 那反正切不開 死掉的話就算了 那至少讓我們可以完成 有一個可以讓我有一個 自主人生的一個經驗 結果果然在61歲的時候 哥哥就因為肺病死掉 肺病死掉以後呢 弟弟就試著說想要把它切開 但是在這個手術過程中呢 因為真的太多共同的器官連在一起 所以在一切的時候 當場手術 弟弟也在隔天的這個手術也死掉 所以兩個都死於61歲 駱駝女孩這個是什麼樣 她是一位美國小姐 美國小姐 她的故事就是一百五十年前的故事 一百五十年前的故事 對 她出生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她那個腳是反過來的 對 她還有一個弟弟 但是她弟弟很快就死掉了 所以她就是一個人 她跟她媽媽 然後後來她就發現 她跟別人有點不一樣 很大的不一樣 對 就是有一點 很大不一樣 她出外面很多人就說 那個女生好臭 不要跟她在一起 所以她就非常難過 然後後來她十二歲的時候 有一個人她是馬戲團的老闆 馬戲團老闆 對 她在路上看到她 然後她覺得她長得很漂亮 她的臉很漂亮 但是她的身體有問題 對 她小時候就是這樣子 其實很清秀很可愛 她長得很漂亮 對 她很可愛 其實她基本上長得是很漂亮 對 很可愛 像洋娃娃一樣 所以那個老闆她跟她說 你要不要參加我的馬戲團表演 我幫你賺很多錢 然後後來她就想一想 她就最後參加她的馬戲團 後來她在那裡表演四個半年 四半 四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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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賺很多錢 她每天賺兩百美金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很多錢 很多 她每天都要表演 所以她賺非常多錢 後來她有一天 她有一個表演 她出來說 謝謝你們一直關心我 謝謝你們的幫忙 但是現在我要改變我的生活 我覺得主一定不要表演 不要表演 對 我要 退休了 對 隱退 四年半就可以退休了 然後或者就找一個老公 她老公也一樣的 一樣 跟她一樣 就跟她一樣 走得到 對 但是她的態度不一樣 因為她的老公 她的家人 她比較照顧她 她跟她說 你不管你怎麼樣 我們都愛你 你最帥的 你最棒的這樣子 她的老公家裡面對她很溫暖 對 所以她每天都很開心 很快樂 對 所以他們結婚了 後來她們生兩個小孩 一個小孩很快就死掉了 然後她們等12年 12年後 她們再生一個小孩 但是那個小孩三個月 也是死掉 喔 所以她們的基因不能再生了 1 1 2 3 3 3 4